《八十六》 这是酥啾酒的词啊 嗯 你们里面放老抽了 我把我都放 妈你怎么一步 嗯,好吃 好吃吗? 好吃吗? 这味炖的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酸辣土豆丝 土豆含有大量淀粉、蛋白质、维生素B和维生素C等 能促进脾胃的消化 还能降低血糖、血脂 土豆同时又是一种碱性蔬菜 有利于体内酸碱平衡 有一定美容、抗衰老的作用 那我们话不多说,一起来动手吧 准备两个土豆,大约800克 削皮 擦成细丝 放在盛有清水的大盆中 搅拌一下 把土豆丝上的淀粉洗下来 放在一旁泡15分钟 能让更多的淀粉出来 然后再换一盆清水 再洗一次 把淀粉洗下来 有助于炒出来的土豆丝变脆 不粘 下面准备青葱一根 切成葱丝 蒜两半 切薄片 两个干红椒 切小段 一个小杯子中 放入半茶匙盐 醋两茶匙 生抽两茶匙 搅拌均匀 锅中倒入两汤匙油 开中火 当油刚刚开始冒烟时 倒入辣椒 翻炒至有香味出来 然后倒入土豆丝 翻炒至土豆丝变软 加入酱料 和刚才切好的葱和蒜 搅拌均匀 这样一盆香脆可口的酸辣土豆丝 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并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